創意敵財 竟在運通 迎接第四季行情的 現場的Coin專線當然是開放者 0255825266 0255825266 再次為你服務30分鐘的時間 有問題趕快打電話進來 第四季的行情真的滿好賺的 在前兩天大盤持股回檔的過程當中 我有沒有告訴你 是一盤的一個賣壓不中 你沒有看到所有的什麼 一個類股突然中錯 你也沒有看到指標股大跌 所以在前兩天的回檔過程當中 我告訴你一樣有股票可以買 你不要去預設任何立場跟高點 大部分似乎從1萬點 跌到7203回檔2800點 很多人認為說 談了0.382 談到8300是壓力 如果8300過了 就是說0.5 8600是壓力 如果今天已經來到8700了 現在過了8600 又說0.618 8900會有壓力 你所看到的任何壓力 是不是一道一道被突破 這就是多頭行情 所以整個一個大盤的一個方向 既然今天再創破斷新高 再度的確立 這是一個多頭方向 那同樣策略就很簡單啦 有低點跟我站在買方 前兩天有沒有股票可以買 指數從7203漲到8600 漲了1400點 來到8600就沒有股票可以買了嗎 你就錯了 我從7203一再告訴你 目前來講類股會輪動輪漲 在前兩天的回檔過程當中 我說還是有一些股票 剛發動一樣可以買 你一樣可以站在買幫 這就是多頭的一個特色 它會輪動輪漲 前兩天大盤指數回檔修正 我告訴你什麼股票可以買 我相信同朋友你很清楚 今天這張股票當然會公共漲停 旺系 沒有錯吧 我在前天 大盤指數跌了44點 我盤中得一個12點半 有沒有告訴你這一檔 晶圓研發的旺系 它是一個網形底 網形底的支撐我畫給你看了 來到支撐當然要 正在買幫啊 就在前天啊 禮拜三嘛 當天大盤指數盤中是不是跌 那指數來到8000 沒有股票可以買嗎 沒有比較低檔的一個 股票可以買嗎 有啊 怎麼會沒有 用心努力巡股 會員所賺的報酬率叫做 將近15% 兩天的時間而已 兩天的時間啦 為什麼正的檔股票可以買 禮拜三 大盤是回檔 旺系是回檔 跌一下要趕買 跟RS合作 晶圓研發的一個旺系嘛 這是底部吧 有沒有 這是底部吧 它有沒有漲了一大段 我才告訴你 一直追 並沒有 我們用心挑選股票 就是為了降低會員的風險 降低他們的成本嘛 有沒有得到一個正面報酬率 禮拜三你有跟我買的 你應該得到一個非常快樂的結果啊 跌下來要趕買 禮拜三啊 禮拜三大盤是不是中錯 盤中跌了四十幾點嘛 買旺系啊 11點25分旺系 60塊半附近買 經過一分鐘 股價六十點四啊 他們聯繫對時對價 六十塊半逢低成接 這禮拜三 我們在十二點半 盤中的COIN節目所提供給你的一檔 極優性的股票 跟晶圓研發有關係 當然跟台積電有關係啊 台積電今天獲利數字好不好 你自己看 報章雜誌的媒體消息你就知道啊 不用我再贅述 所以在前兩天 台股回檔修正 我說你要擔心嗎 台積電今天不是又上去了嗎 台積電有中錯嗎 股王大力光有中錯嗎 這兩天他都上漲耶 這兩天大力光都往上攻耶 不是嗎 所以多頭行情 有跌下來要站在買方 這是我從7203一再告訴你一個策略 因為大盤給你一個方向跟策略的運用嘛 方向是多頭那策略呢 跌要趕買股票啊 尤其就是大盤中錯的時候 你看我節目比較有意義 你會看到我們非常用心 帶領會員重壓一檔基歐股 禮拜三 旺席 大盤中跌呢 跌下我再買啊 他當天有漲停板嗎 我這漲停板才去追嗎 沒有吧 禮拜三的旺席 股價有動嗎 股價不動 告訴你要敢買 這我們禮拜三提供給你一個操作建議嗎 我盤上怎麼帶會員的 逢低承接買在60塊半 昨天禮拜四 大盤15沒什麼動 他盤中漲了快5% 今天旺席呢 雙倍 昨天漲了快5% 今天漲10% 而且還所漲停啊 兩天的時間 將近15%吧 沒有錯吧 那是禮拜三你有沒有跟我操作 那就 差很多啦 那不是這樣 如果今天才去分析旺席 那就不夠了嘛 要拜三天買啊 昨天敢加碼啊 是不是 台北的李先生你好 李先生 李先生請講 我想買TPK可以買嗎 老婆麻煩大聲一點 請講 李先生 TPK TPK喔 可以買嗎 可以買嗎 好 我們來分析這檔TPK 前天有一位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問 可不可買 那TPK目前來講 當然前半年它是虧錢的一個狀態 不過目前的數字顯示它第三季有好轉 那目前又重回iPhone的一個訂單系列嘛 所以我認為 接下來第四季的TPK的營運應該會比第三季還要好 因為iPhone 6s賣的真的不錯 真的賣不錯 所以TPK目前觀察的是它的一個籌碼面的一個變化 這三天它往上推動 代表它有多方性的表態 如果接下來的一個TPK它的一個融資預額它是隨便往下降的 是往下修正的 那籌碼會越來越穩定 這張股票現在還是可以買的喔 因為你自己看一下 66.4是它的第一隻腳 那它的第二隻腳叫擴底啊 很磨人對不對 擴底打第二隻腳 所以第一隻腳沒有被跌破嘛 就往上墊高 所以 基本面有好轉的跡象 那如果再配合它的籌碼面 越來越穩定 這張股票回檔修正可以站在買方好不好 再度提供給這位同朋友做參考 因為前天有一位同朋友來問TPK 今天還是有人來問 那表現這張股票 蠻多人喜歡操作的喔 所以對於現在的行情 同朋友 如果你還不曉得佈局什麼股票 或是你手中的持股 你覺得好像不太動 要不要換的情況下 現場的一個call in專線 0255825266開放者 之前我們是打0800 那是一個免付費的一個諮詢專線 不過那要轉接 那現在這個0255825266 是直接接到攝影棚 直接接過來 所以不用透過展現比較直接 希望第四季的行情頭部 可以共同來參與 因為真的蠻好賺的 從7月03以來到今天為止 你看我節目哪檔股票 你有賠錢 除非是漲了一大段的股票 你才去追嘛 除非信國你去追漲停板 你就會套嘛 對不對 禮拜託信國是不是漲停板 我昨天就已經先拔檔了 昨天信國為什麼要賣出 為什麼 我本來預計信國 我漲高 過了49.85我才要賣 但是我認為 要過之前他可能會整理啦 那一檔股票我們就賺了55% 我覺得可以先賣一下 因為我資金要轉進另外一檔股票啊 所以我們信國在昨天已經 全部的做賣出的動作 如何創造55%的利潤 30%賣出 10月2號賣在46.3嘛 那高檔有賣掉 來到12號 5天 叫轉折 又止跌了 當作接近月線支撐啊 39.6做接回 10月12號 隨便做接回嘛 46.3賣 賺30% 押回修正39.6 5天的轉折 又有接近月線 做接回的動作 有沒有上去 這樣11% 15% 禮拜二公共漲停 是不是又多了10% 25% 出現這根大量 我說還有高點 所以我在禮拜三回檔修正 還沒有賣 我說過高才需要賣 那為什麼昨天禮拜四要賣 因為我認為 他要過高之前 可能需要一點時間整理啦 那就一個資金效用 我不想浪費 這個 會員的資金停留在身上太久 因為他要過高之前 可能要整理一段時間嘛 那我覺得賺了50%也夠了啊 也夠了啊 所以我昨天 禮拜四的性果 落袋啊 賣在49.3 昨天禮拜四 49.3賣出 最近準備買下一檔 這是我們昨天的動作啊 所以整個性果 兩階段 如何創造55%的利潤 像是每一次的一個進場點 跟出場點 我們都交代很清楚 我們都拿出會員的訊息 來跟你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成交 這就是會員的一個 整個操作流程 以及所帶出來的一個績效 所以呢 昨天 落袋啊 我不想耗時間了 因為我覺得賺了55%也夠了 所以如果沒賣 你看今天性果 真的在整理啊 就如同我的規劃 因為我認為它會 它可能會整理再走高 或是壓維修正再往上衝 那我資金不想浪費在身上 浪費在整理的過程 有時候很難熬啊 對 如果剛好下來 那你會覺得好可惜 上面沒有先賣一趟 是不是 所以對於現在的行情 所給予頭秒 當然是一個多方性的結構啊 前兩天告訴你 還是可以買股票啊 因為多頭的一個特色 會輪動輪漲 前天禮拜三 買旺溪不是很漂亮嗎 對 剛動的啊 它有漲嗎 我們是很用心在挑選股票啊 禮拜三旺溪有漲嗎 晚行底啊 我說要買在八棟點啊 禮拜三它有沒有到 它即將發動 我告訴你可以買 就是這樣做股票啊 那不是 禮拜三的旺溪 你自己看一下 股價有動嗎 買在60塊半啊 你要敢買啊 朋友你不是在選擇 比較低基期的股票嗎 我有沒有挑到 這難道是亂槍打鳥嗎 這是萬中選一耶 精挑細選耶 是不是 你自己看一下嘛 這張股票 第一檔區 跟國際大廠 RX合作金援雲花的 你不敢跟我買嗎 禮拜三 買在60塊半逢低成績啊 買完之後 昨天禮拜四 盤中快 漲了半更停板嘛 那今天不是更強嗎 直接漲停板10% 兩天15% 這是我們近期的一個操作 所以對第四期的行情 同樣千萬不要保守 該如何掌握 第四期業績成長機會股 所帶給你破斷行情 請你務必要跟上 休息一下 再回到節目題現場 巴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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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卡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02-2781-01909 2781-01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達頭顧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1909 2781-01909 巴菲特 巴菲特 天卡頭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清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信任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贏了 2781-01909 2781-01909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拒絕一切草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豪宅建築大師林永發 大氣揮灑1600平 綠色城堡 第一宅 五百屏藝術林園中庭 新北影視特區 雙拼大四房 家茂機構年度具現 第一宅 壯麗落成 02-2609-8888 歡迎回到節目的一個現場 第二階段時間馬上開始 投票如果還有任何一個持股上的問題 或是想買什麼股票 不明瞭地方 現場的扣印專線當然還是開放著 02-5582-5266 02-5582-5266 再次為你付大概剩15分鐘的時間 有問題自己卡住 行情很熱 不要因為大凡成這樣 好像沒有很突然一個暴增 你就認為這個沒什麼行情 錯了 現在台股的一個規模 把人的一個佈局的重心 成交比重越來越多 所以台灣股市不容易看到爆量情況 也不可能說突然萎縮到多低啊 所以我之前才跟你說啊 如果哪一天你看到台灣股市的成這樣 突然增到1500億不好 或是突然縮到600億也不好 那目前為止大概都1000億上下 很正常 台股目前的現況 就是1000億左右的一個量 在做一個墊高的現象 那不要預設任何壓力 多頭行情要懂得看支撐 因為壓力都會被突破 那之前從1萬點跌到7203 跌了2800點啦 很多人說 欸 談個0.382就是壓力 或是反彈0.5的位置 0.618都是壓力 談到0.38大概8300啦 壓力有沒有過 談到0.5大概8600 8600有沒有過 今天已經來到8700了 所以接下來人家會告訴你 談到0.618 8900會是壓力 你會看到任何的壓力 都會被突破 真的是關卡關關過 這是多頭的一個特色 所以在前兩天 這個盤的壓回 我說你不要 又看到大阪數回檔 認為盤要走空 我告訴你還是可以買股票 因為會輪動輪漲的一個 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你不要管指數的位階在哪裡 你只要記得方向會上 跌下來要站在買幫 因為任何台股指數的位階 都有剛發動的股票可以買 這是一個重點 這一檔喬村 我上禮拜我告訴你 出現雙重轉折買點 時間波8天 8天轉折 指標背離 上禮拜我告訴你 雙重轉折買點 喬村是做全球第一大 新合金的水龍頭製造商 那一般的水龍頭都是銅的 檔卡檔成本比較高 新合金的一個水龍頭 成本比較低 所以對於喬村來講 獲利的來源會往上 所以我們看到 雙重轉折買點浮現 我們上個禮拜 我買在44塊錢 對 只要被你買點浮現 44買啊 買下去 盤中工漲停 尾盤有當衝客 我說這些當衝客 他買不回來 做股票要真正獲利的是波段 每天衝來衝去 有沒有手續費不夠你賠啊 不夠你賺 懂我意思嗎 沒那麼厲害 每天都要衝來衝去都會賺到錢 你一定要有基本的波段單 所以喬村上禮拜五 現買現工漲停嘛 買了之後工漲停 尾盤當衝客 你這樣有辦法賺到錢嗎 對 如果你 我禮拜五買在44塊錢算很厲害了 說實在的 因為早盤就衝高了嘛 44附近卡位 如果你買在45咧 你怎麼賺錢 買在45 那當衝你衝在44.85啊 你了解啊 怎麼會賺錢 所以波段式的操作 我告訴你 大量的低點就是支撐啊 這根紅街棒 低點就是支撐 支撐沒有跌破就續爆 有低點就加碼 就買進 禮拜二黑街棒嘛 強勢整理 整理完之後還會再走高 對不對 前兩天 這張股票 我告訴你要賣嗎 強勢整理 整理完之後 它就會衝高 今天喬村盤中大漲89% 一樣快攻漲停啊 買在上禮拜五的位置 上去之後 告訴你 大量的低點就是支撐 支撐沒有跌破就續爆 整理完之後 今天就衝高 再度的一個 來到波段新高的一個架構 想不想 這些股票都不會是事後讓你印證 當我買完 操作完之後 我就馬上公開在電視當中的節目當中 不偿私啦 就是希望同樣 好好把握住第四季的行情 年底有大作帳行情 每年度最好賺的一季就是第四季 你還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0255825266嘛 難得開放這個一個盤中的call in節目耶 收盤前 你以為每個分析師敢開call in節目讓你問問題喔 對 有些分析師是沒有專業底子的啊 我不好意思吐槽而已啦 所以你要面對的 是一個誠信實在的分析師 在收盤前 幫你解除疑惑嘛 這樣不才有實在 這樣不才有力 就像喬村啊 今天還沒有大漲之前 我就告訴你要買了 我就告訴你這邊都要買啊 包括前兩天大盤輸啊 稍微回一下 你又在擔心 擔心什麼 波頭方向沒有改變之前 不要隨便轉彎 任何的高點都會被突破 所以呢 強勢波動的股票 要敢跟我買啊 對不對 上禮拜我的喬村 雙重轉折買點浮現的 告訴你卡位 買再試試 買了 台中工廠亭 不要做當沖 當沖買不回來啦 對 你今天買的回來嗎 做當沖 你那天沖掉買的回來嗎 今天已經48.8 你沖在44.82了 我又不相信你多會沖 是不是 所以整個架構 禮拜告訴你 大量低點就支撐啊 禮拜二還提醒你強勢整理啊 整理完之後之後再走高啊 今天的橋樽有沒有走高 有沒有大漲 整理5天轉折繼續向上 所以 多單 安心虛保 這是我們給你一個操作建議嘛 所以對現在多頭行情 第四季 你所掌握的 當然要業績層面往上 那些機會股你才可以買啊 你才可以進場低階啊 我有沒有準備好 我當然有準備好啊 我如果沒有準備好 我在前兩天 怎麼會告訴你買這一檔 往西 不是禮拜三買的耶 對不對 這根黑雞棒買的啊 這個位置夠低吧 它不是漲了一大段我才告訴你去追耶 並沒有耶 是不是禮拜三買往西多漂亮 那不是這樣 所以呢 現在 在 那一個大盤指數 我說 有機會漲到明年度的1月份 1月份 連月效應 紅包行情 真的很迷人啊 年底大作帳 這都是每年度最好賺的一個實機財 請頭秒把握一下 而且要積極把握 我之前就告訴過你了 有些股票寧願買著 讓它短套都沒關係 不要不出手 你不出手 你沒辦法賺到錢啊 用看的會有辦法賺到錢嗎 所以你如果盤中缺少一個助理 需要我來拉你一把的 歡迎你跟我們合作 我們給你的利潤相當可觀 從7203你有看我節目的 懂沒有 應該都探集吧 從7203到今天為止 大盤是一個多頭方向 你看我節目有沒有賺到錢 我賺得翻過嗎 這檔翔碩 業績好不好 它還沒稀的一個翔碩 我說蘋果、Google、微軟 這三大軟硬體的公司 讓它8月印收創下經驗度的新高 看到這檔基本面 月性又助長 10月2號171開始買 我說當天買完之後 當天的高點是未來低點 所以有低點當然要站在買方 10月2號 買在171嘛 上去之後的回檔 10月8號 跌到169.5 可以再低階 可以再加碼 兩次的買點跟加碼點 大概都在170附近了 我們有沒有提供給你做參考 所以當它再度的上去之後回檔 這禮拜三 我說 享受越接近這條月線 越站在買方 對不對 月線是多頭的一個支撐 禮拜三告訴你 禮拜四昨天呢 導播稍微經典 也會來到月線 該買該賣應該很清楚吧 對於一檔股票的操作 當它回檔修正 會拉你一把的分析師 絕對是少數 因為大家都喜歡分析漲停版的股票 搖旗爛 比較好看嘛 對不對 但是這場享受 老婆 禮拜三 我們告訴你 月接近這條月線 月正在買方 昨天 昨天 有沒有接近月線 該買該賣 相信同朋友很清楚啦 今天這檔股票當然沒有漲停 但至少 昨天給你的建議 是對的方向 今天 來到182.5嘛 但不是這樣 這檔股票當然是 在一檔股票 沒有攻漲停之前 我先帶你卡位 先帶你買 你會買得比較安心 你會知道嘛 做鉤票要知道啦 怎麼會知道 股票還沒有動之前 我帶你買 股票動了之後 我帶你加嘛 基本的持股 把它控制在一個相對低檔 對你的風險是相對低的 所以禮拜三 這一檔旺席 今年研發的 跟國際大長RS合作的旺席 晚行底 這一條就是它的支撐 禮拜三回檔下來 來到支撐 要趕滿 我問有沒有帶會員進場 禮拜三的旺席 逢低承接 買在60塊半 同時你去對時對價 訊息給你帶到 逢低承接 承接完之後 昨天禮拜四 漲了快5% 今天的旺席 更窮 漲了10% 兩天時間大概15% 這是我們帶給會員的一個操作績效 所以呢 第四季行情精不精彩 第四季的破斷利潤 可不可觀 我希望同票不要再缺席了 這個行情不要預設任何的高點 第四季業績成長的機構股 有低點我會帶你進場 我會帶你卡位 如何掌握接下來的破斷操作 歡迎你直接加入我們行列 任何需要服務跟幫忙的地方 不要客氣 利用廣告中的諮詢專線 好好跟線上處理做聯繫跟洽談 蔡老師盡我所能 幫你創造波段理論 明天見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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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最誠信的登輯師 新任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出價專線 贏了27810909 27810909 軸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部分就業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斟酌每一個環節 帶領貴員 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託付 所以全力以赴 電達投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有些人在你口中央 那些人在你口中央 有些人在你口中央 還有些人在你口中央 那些人在你口中央